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要文有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方案 而且无附带有关移民政策的任何条件 因为局部停摆的危机正式解除 众议院投票通过向国土安全部拨款397亿美元 足够部门运作自今年的9月底 法案就无附带任何的条件 送交总统奥巴马签署之后 部门得以避过局部的停摆状况 早前奥巴马以行政命令颁布了移民改革 禁止遣返非法移民引起了共和党的不满 由于国土安全部负责边境安全以及移民的事务 共和党人扬言封杀部门新一年的预算 迫使奥巴马放弃行政命令 国土安全部的经费一度只能维持至上周五 面临局部关门的危机 最后国会两院成功通过一星期的紧急拨款法案 众议院将会于下周二进行再次的投票 美国空军表示 美国一颗在轨道上的军用气象卫星发生了爆炸 并且产生了至少43块的太空垃圾 空军官员表示 这颗在20年前发射升空的卫星 于上月的3日发生了爆炸 调查人员已经排除了爆炸 由太空垃圾等相撞等外部因素造成 相信爆炸与电力系统的故障有直接的关系 有报道表示 该颗卫星在爆炸之前 电力系统温度突然的急剧上升 美国的空军又表示 失去这颗卫星的影响十分的小 美国国防气象卫星项目 还有其他六颗类似的卫星正在正常的运作 全国人大发言人傅宁在记者会上 就向记者透露 今年建议的国防预算费用增长幅度 大约为一成 与中央预算支出增长的建议水平差不多 具体的数字将会于明日进行公布 傅宁表示 历史教训显示 落后就要挨打 因此中国要实现国防的现代化 但他指出国家整体军备水平还是有差距 与大国相比走得比较艰难 傅宁又表示 宪法明确规定国防政策是预防性 而中国改革开放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 并非是靠炮舰开路 而是完全靠互利互惠的有关合作 强调中国今后会继续坚持走和平的发展道路 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 据报因贪污问题被当局正在实行调查 消息指出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 郭正刚被立案调查之后 郭伯雄也已经身陷困境 另一个来自军方的消息就表示 证实了郭伯雄已经被调查 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详情 解放军是在周一公布近期查处的 14名军级以上的干部名单 当中郭正刚涉嫌违法犯罪 被军事级检察机关进行立案调查 自从另外一名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后 去年因涉滩被调查之后 已不断有传闻指出 郭伯雄是中央下一支要打的军方大老虎 再来看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 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的成员 王尹巧怡就认为 如果自由行的数目封顶或者是减少 会对香港的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但同时需要平衡民生的影响 王尹巧怡就表示 自由行政策涉及政治和经济之外 同时还影响到民生 政府应该进行及时的处理 当被问到如何做平衡时 王尹巧怡认为 任何政策最初推出时有好的成效 但是过火卫士 对民生和生活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应该就要更改 如果更改要留待 政府进行考虑 另外由于有关的说法认为 工作小组提出的未来基金 可令当局减少舒缓措施 王尹巧怡就表示说法错误 他表示基金是扣减所有的支出后的盈余 再取其中的四分之一 至四分之三的数额来拨入基金 看完了以上的要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今天的情况 截至五件收盘 恒指跌百分之零点三二 跌七十九点 报两万四千六百二十三点 国际指数跌百分之零点九四 跌一百一十二点 报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三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普遍下跌 首先来看一下涨幅榜方面 康师傅控股涨百分之二点六四 为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友邦保险涨百分之二点四 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新高 联想集团涨了百分之一点九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华润创业跌百分之四点一四 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华润质地跌百分之二点四二 中国联通跌百分之一点七八 中国移动跌百分之一点一 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易刚日前就表示 人行正在研判是否存在通缩的隐忧 是否需要减息等似乎经济的走势 他接受访问时就回应解析空间的问题 指出要看经济走势 人行已经做出了比较及时以及准确的反应 表示该做的目前都已经做了 他又提到 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会出现负数 但工业生产者的价格指数 可能仍有一段时间会持续的受压 人行现有的政策 同已经出台的政策 已经考虑到一旦出现通缩将会如何应对 继中石油之后 中石化也反驳前央视记者柴静的雾霾纪录片 中石化在官方微信就表示 石油以及石化企业为了避水蓝天 一直在做有关的努力 又指中石化十年来投资了2000多亿元 来升级成品油的质量 更率先在国内启动计划 目标是于2025年将能够能源效益提高一倍之多 而柴静的纪录片穷顶之下 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进行拍摄 并在网上进行发布 剖析了雾霾的来源 中石油及中石化在片中备受抨击 由于纪录片在两会召开的之前 敏感时段进行了发布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网上点击率过亿 中石油一名高层昨日就反驳指 纪录片的本意虽好 但是柴静一知半解尽情的发挥 汇丰发行200万张面值为150港元的纪念钞票 以纪念在港成立150周年 市民可以在明日至本月的21日认购以及尽头纪念钞 纪念钞票包装设有单张 以及无切割三连张 以及无切割的35连张三款 每款的定价分别为380港元 1380港元 以及23880港元 另外特别号码纪念钞包括HSBC AA或者是HK为自首的特别序号钞票 将会给予公众来进行尽头 汇丰将于下月的14日公布公众认购的分配结果 配售的钞票的收益金额将会捐款给本港的慈善团体 纪念钞的大小与2010年 汇丰发行的港币500元的钞票一样 并设有了主要的防伪特征 包括珠光图案 透光水印 荧光透视图案 以及变色的金属线等 钞票以宝石红为主色 中间的部分为金色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金管局总裁陈德林 以及汇丰行政总裁欧志华 就主持了钞票的发行仪式 欧志华至此时表示 发行纪念钞显示了集团支持本港的成长 以及发展的承诺 表示汇丰使香港的银行的承诺 从未动摇 在3日举行的全年业绩记者会上 中国联通的总经理陆一鸣就表示 FDD牌照正式的发放之后 今年的资本开始也会不断的大增 将控制在1000亿元的人民币以内 今年的目标移动基站的数目 将会达到92万个 加快现有的3G网络升级成4G网络 使4G的覆盖率可以扩展到各个城区以及乡镇 据中国通信网3月4日的消息 2014年中国联通预计资本开支为840亿元 实际开支为849亿元 其中移动网络资本的开支为369.5亿元 好了以上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主要新闻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17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时有小雨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午4点10分再会 正好 感谢观看